店門口上紅色布條大大寫著 打破都市傳說 終結魔鬼三角窗 但另一邊卻寫著 懇請大家幫忙 我們前五年 無厘頭的內容讓人物理看花 其實是有原因 今天所在的位置 就在逢甲西屯路上 這間三角窗即將由茶飲店接手 有民眾表示 這間一年店就換了好幾次店家 堪稱是死亡店面 對 這邊都在做火鍋 火鍋他只做半年而已 夏天生意比較少 他做冬天 可能他真的想打破都市傳說 對啊 結果他很有信心 原來是這個點像是被下了魔咒 做什麼倒什麼 但就算是死亡店面 還是有人逆向操作 一租就是簽五年 不只這裡同一條路上 這間餐廳業者 也是簽了五年租約 讓不少民眾好奇 會不會擔心未來賠本手攤 如果我們真的沒有成功的話 頂多就是賠個兩個月的押金 但是如果你簽太短的話 你做得不錯的話 你兩年一到 如果房東不租你 你怎麼辦 你賠掉的是整間店 不過生意做不起來 房仲透露其實有機可循 像是縫甲上圈大環境不好 來客量不如以往 加上三角窗 本身地點不佳 位於交通要道 人車來往 想停車難上加難 基本上你的流客的效率不是很好 效率不是很好 所以生意會不好做 其實沒有車位可以停 還有車位停 應該可以做很多很久 但生意做不做得起來 除了靠運氣 也得靠實力 業者挑戰死亡店面 掛上紅布條西金蘭克 就是希望另類殺出一條血路 記者王一超 許又翔 台中採訪報導